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肯说 海东拉西扯行军途中的趣闻 老耿每页必要写几页家书 向太左报告日常的心路历程 字数限三百以上 实在写不出来了 众兄弟们只好帮着凑几句 明镰忽想起一日聚会吃茶 众女眷说起各自夫婿的家书 武将大多只会写 安好 勿念 云云 只肯夫人夸口 到她男人曾写过一句叫人急窝心的话 念及家中贤妻 辛苦持家 武在外 亦不觉有所苦也 这句话得体周全 又老臣有意 也是老国公凑的吧 明镰平良心评价了下 她当时就觉得 这句话蛮好 这句是那十七岁的伯家小子说的 老国公凑的是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似如念如 辗转反侧 背带歪楼后 明镰也懒得追问了 两人嘻嘻哈哈 观赏沿路的风景 终来到了目的地 前方是一座柔缓的山岭 树木青葱茂密 时时可闻鸟蹄 不得明栏问 这是何处 顾廷叶就抱她下车 笑着拉她往山上爬去 若侯叶想带我爬山 金交就有 七峡山 枕绵山 落月山 何必飞来此处 山上有大庙吗 有林燕的大和尚吗 侯叶想求签吗 哎呀 我快淡气了 苗兰为得气喘吁吁 提着裙子艰难地往上挪 总算她素来身子不错 爬得还算给力 可不论她如何叫苦 顾廷叶只笑而不语 半拖半拉着 不断地催促她往上爬 就这样没头没脑地爬了小半个时辰 苗兰只觉得胸口快烧着了 呼吸向老太婆扯破风响 顾廷叶这才忽然停住了脚步 指向前方 到了 苗兰顾不得形象 一屁股坐到一块平滑洁摆的大石上 用帕子用力地擦拭额头脸颊 固盘四方 这原来是半山一处 凸起的巨岩 平整又干净 大约平日交夫都在此处歇息 是以地上错落许多圆吨般的石块 他顺着男人的手臂往北边望下去 顿时哑然出声 孝林 顾廷叶指着不远处那片白色的建筑 笑道 这是孝林的南侧一块 从这儿瞧过去 恰能望见静安皇后的灵情 这年头不似现代 买张票子都可以在太极陵畅信添游 此时的皇家灵情是有兵位把守的重地 轻易不得接近 不过 侯业想带我瞧静安皇后的灵情 他十分不解 顾廷叶往头顶的山坡一指 笑道 不止 山顶处有处亭子 相传是琉璃夫人和高大学士摆天地的地方 棉兰愣了半天 很想问 莫非你发觉 咱们都是穿来的 顾廷叶摸摸他汗湿的脸蛋 红润健康 你看书大都不挑 只尤其爱找这两人的也是咋我来看 不是吗 棉兰呆呆道 你 你不奇怪吗 奇怪什么 以前我最爱看前朝飘济将军霍广的电极 你是女子 看那些温城武将有什么缺 自然要瞧骑女子的故事了 棉兰放了心 顺从的让他领着 一起跳往那片奇力的陵墓 秋高气爽 天日明媚 在淡金色阳光的照耀下 那片死者居住的建筑竟也显得以理非凡 龙 凤 麒麟 狮子 还有许多他叫不出名字的奇兽 用汉白玉雕刻的栩栩如生 或仰头 或抬蹄 或展翅 映衬着珠红明亮的雕兰 层层叠上 发若神雾 祥云藤雾 四周翠绿如鹰 有数百年的苍天古墓 也有新长出的纤细俏皮 伸出苍翠的枝丫 似是给这庄严金币的皇家陵园 表上了一圈古朴边文 远近皆可入境 两人看了许久 顾廷叶吐出一口气 你读过静安皇后的诗词吧 觉得如何 棉兰末 说实话 每首都很熟悉 都是极好的 他道 顾廷叶道 真正精彩绝眼 可惜红颜薄明 棉兰扯动嘴角 一个文明古国千年的沉淀 难不清才绝艳吗 顾廷叶长长的叹了口气 低声道 我有时想 若静安皇后没有促然问世 有多少事情会不一样 这次明然没有吐槽 他若静安皇后没有中毒而死 首先白氏就不会嫁入顾家 自然顾廷叶不会出身 小秦氏母子 能接掌侯府 又或者没了顾廷叶护着 宁远侯府 已被夺绝 庞家不乱 顾家大多数人的命运 都因此改变 当然 自己大爷还是会遇到林氏流 然后悲催的穿越 这会儿 大爷正跟草屌妹斗智斗勇 停留片刻 两人再度启程 往山顶奋力爬去 这半段山势 稍嫌陡斜 虽不难爬 但却须废去加倍的力气 这次明然配合多了 不吐槽 不叫苦 路上遇到唱着山歌下来的 乔夫小哥 还朝他笑了笑 结果那小哥 陷陷滚下山去 男人奋而转身 从身后随行的 扑从手中 拿来围帽 用力扣在老婆的脑门上 两人走走停停 说说笑笑 好容易到了山顶 依着一位老乔夫指的路 终于找到了那处亭子 亭名吴旺 怎么起这个名字呢 男人皱眉 真不吉利 明兰顺嘴答道 有礼夫人曾说过 哪有希望的时候 就是希望快来的时候 这话辩证得太这里了 这里的近乎烂俗 貌似他在心灵老鸭汤里 曾读到过 破旧的四个柱子 柱身早已剥落的 瞧不出原来的颜色 破了十七八个洞的亭顶 透光良好 底下放着七八个 残破不堪的石墩 风吹得稍大点 还能落下几片瓦砺来 为了脑袋着想 两人决定 还是不进去做了 找了棵松盖苍天的大树 两个小丝连忙拿出 背在身后的软搭凳子 架好了 请侯爷夫妇坐 一边另有人架起小锅 开始煮水喷茶 特权阶级 真是腐朽 连来边探 边赶紧坐下 一个出身功夫小姐 一个低下卑贱 谁知末了末了 敬余却相个反呢 男人的感慨并不新鲜 多少人发出过 类似的叹息 你瞧不上 静安皇后这样的女子吗 明兰渐渐问道 这倒没有 顾廷也摇摇头 静安皇后 虽然性子肆意了一些 却不是一个 真性情的好人 多少直言征辰 因为她的苦劝 而保下性命 后宫女子 能这样泛言之鉴 很不容易 那你瞧不上 琉璃夫人这样的女子吗 明兰再问 先前有些 觉着她是误了高大学士 顾启业缓缓道 可等我自己也吃了苦头 放置混在下酒流中 还能始终拗骨正直 不怨天尤人 自立自强 是何等难得 明兰仰起头 阵阵地望着不远处的亭子 就外形而言 吴望婷和静安皇后的灵情 就好像贫辱和波霸一样 没有可比性 可就像两个女子 后来的结局 和这两座建筑 恰常呼应 幸福大多是平凡 甚至不起眼的 而悲剧 往往才是壮丽辉煌的 明兰摇摇头 她一点不想辉煌 皇上有意叫我入属镇边 日前 我已向皇上主动请旨 少说要认两年 顾廷夜悠悠地来了这么一句 如同一个惊雷炸开 明兰差点跳起来 什么 你要去四川 那我呢 坦哥呢 阿元呢 你还去主动请旨 你这才回来多久啊 你不要嫁了 顾廷夜拿着把大菩萨 冲她缓缓摇着 好笑道 主动请旨 才能要个好价吗 我给皇上说了 什么赏赐不赏赐的都罢了 只求能叫我把媳妇带着夫人 原来一颗心才放了回来 又忐忑道 皇上 能答应 顾廷夜 正经歧视道 我说了 我媳妇五行缺木 火刻木 这才连遭主容之难 我正好身尘八字望水 水客火 我媳妇就该跟我在一块 连栏白眼 皇帝会信你的鬼话才怪 只怕倒是玉子一口大水缸 叫我时时在里头泡着 以解我缺水之忧 顾廷夜哈哈大笑 隔着薄纱拧他的脸蛋 然后震色道 我跟皇上好生求了一番 我自小清缘浅 神赠鬼物的活到现在 求皇上可怜可怜 别再叫我一家分离了 没等到我回来 媳妇又又好歹了 臣定然精忠报国 举功尽瘁 然后皇上答应了 明兰眼睛发亮 嗯 答应了 皇后也帮着咱们说话 顾廷夜唯唯而笑 末了皇上言道 虽说历来大将枕边 家小多留在京中 可也不是没有例外的 此前朝穆王府 也不见从妻儿进京 他家镇守殿中多少年 最后何家殉杰而死 忠心如何 而那铁了心的逆贼 哪怕满门都压在眼皮子底下 该烦也会烦 这回不就是好例子吗 只要君臣知心即可 皇上英明 这是明兰自来古代后 头一回法子肺腑的忽万岁 这话没错 那些真想造反的 未使君主大义 反而往往愿将家人留下呢 哪有你那么直不忍忍的 对了 吴三贵的长子 到底是烟了 还是挂了 顾廷夜望着他 满目笑意 你不怕蜀中不如京城繁华 西南又时热瘴气吗 不怕不怕 明兰拖着凳子挨坐过去 挽着他的胳膊连连摇头 只把帷帽的杀精都晃了起来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怕 顾廷夜反手揽住他 滴滴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什么家官禁绝都是其次 你家人长长久久才要紧 忍一辈子能活多久 趁年轻带你四处走走 也不忘自生了 明兰心中满满的都是幸福 向阳光掺透了厚厚的乌云 海燕冲破了暴烈的风雨 到达彼岸 万里迢迢去朝圣的人们 望见白色的塔尖 喜极而泣 仿佛一切曾经的彷徨和犹豫 都成了加倍喜悦的理由 顾廷夜估着他的双臂发紧 书中没京城这么多丑规矩 到时候我教你洗马 你教我放风筝 咱们一辈子不分开 明兰笑着掉下泪来 滚烫滚烫 向心口的热度 走吧 到天府之国去 那儿有礼宾父子的都江燕 美丽爽朗的姑娘小伙 肥沃的土地和繁花般的景端 还有他们充满希望的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